現在在遊行隊伍已經起步超過2個小時 他們大約在5時半左右抵達他們這次遊行的終點 就是西環的中聯辦 代表著要直接將平反六四的訴求向中共表達 現在可以見到遊行隊伍拿著標語 部分人還撐起黃傘 他們會經過中聯辦的門口 現場的警方駕起鐵馬守住中聯辦的門口位置 較早前他們經過中聯辦的時候 亦有遊行人士殺溪錢 希望將溪錢殺入中聯辦 亦被警方阻止 警方在場呼籲要求市民盡快經過中聯辦的終點 今次是六四的27週年 剛才在起步遊行隊伍 是今天下午3時半左右 在灣仔的修盾球場起步 今次是學聯退出支聯會之後 第一次六四的遊行 有不同的大專的學生會 都提到要停止不想參與今次的六四燭光晚會 接著五四十五四的遊行 二十四的遊行 在一旦的遊行 一旦前一在 文叫一旦 一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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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旦